实际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任青年 恭喜 恭喜 儿少优质节目 荣获五星奖荣耀 年轻女孩凝聚在地青年力 传承即将失传的百年十户记忆 节目以计时方式深入记录在地议题 十户其实对于一个25岁的女生来说的话 你要回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没想到 那其实从这些热青年身上 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就是很多的勇气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义无反顾的去做的一个傻尽 让我们看到这些的热血青年 他们不畏艰难 然后去勇于追梦 那我觉得这点是很不错的 而且最重要是在他们的历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怎么去展现他的自我价值 《红楼梦》里面你最讨厌的人物是谁 但是你又同时蛮同情他的 共同阅读 触发共鸣 青春爱读书开播四年多来 激荡青少年多元思维 同样货班五星奖 几书是唯一一个 透过阅读与学生拉近距离 然后一起做互动的一个节目 那顾问群会在每年 动一个青春爱读书的选书的书单 会罗列大概约50到100本书籍 台湾的儿童青少年节目 可以更加的国际化 能够对全球去发声 然后传达台湾的价值 恭喜 数位浪潮危机下 耳哨节目长期处于边缘位置 需要更多媒体资源支持 带新闻小智姐学英豪 台北部导